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三颗星呢 从木开 木为图 那就是 木 水 火 土 经 木 水 火 土 经 那么这几个 这六个星呢 以水为图 水开图 那就是 水 火 土 经 木 水 火 土 经 木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足够是二十八个星 我们现在已经 卡 卡星 低星 机星 斗星 虚星 是吧 石 炉 还有这个 僧 经 鬼 这十个星呢 以经开始 经为图 那么 房 星 还有一个星 房星 这三颗星呢 以木为图 围 牛 葵 胃 猫 章 那么 这六个星呢 以水为图 水为图 我们再看 第四个 那么 第四个呢 就是 脚壁 脚星 壁星 是吧 壁星 流星 脚壁 壁流 经 木 水 火 火为图 脚星 壁星 还是这个壁星 流星 那么 这四个星呢 是火为图 那么 火呢 就是 火 土 经 木 水 完了以后呢 又是 火 土 经 木 水 火 土 经 木 水 我们再看 脚 脚 脚 十二太 对吧 十二太 我们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那么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它没有标 这后面还有个 带 别把这个给丢了 对吧 那就是 火 土 五 八 五 八 六 八 十 十二 它没有标 土、金、木、水 第一度是火 第二度是土 第三度是金 第四度是木 第五度是水 第六度是火、土、金、木、水 十一度开始火、土、金、泰度 就是这个边上超过的泰 那么这个泰它的五行属性就是金 这个按照火、土、金、木、水 火、土、金、木、水 按照这样的数据去培 比如说我们再看柳 这个柳 柳是十三半 十三度半 柳呢 柳十三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个呢 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 最后这个呢就是拜 拜度 那它的五行属性呢就是火、土、金、木、水 那又是一个火、土、金、木、水 按照火、土、金、木、水去培 这个呢就是这四颗星 我们这个是十颗 这个是三颗 这个是六颗星 这个是四颗 十、二十、二十三 对吧 二十三呢还有五颗星 那么还有五颗星呢就是女、V 第五 女 对吧 女、V 还有一个就是 子 这五颗星呢就是女、V、子、欲、真 这五颗星呢就是女、V、子、欲、真 或者是以土为首 那就是土、金、木、水、火 再接着呢就是土、金、木、水、火 以此类推 比如说女十一 对吧 女十一 那我们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十一 女十一 一、三、五、七、九、十一 那么它的顺序就是 土、荆、木、水、火 土、荆、木、水、火 火 水义是土 线度五行的属性 线度五行的属性 我们必须把这些从什么地方开始起 这个要搞清楚 一共就是五个 二十八星宿 或者是二十八星座 二十八星宿 就分了这么 五雷 五个雷星 那么每一雷呢 它的限度五行 第一度从哪里开始起 我们今天晚上呢 要把这搞清楚 一定要把这搞清楚 我们再看 我们再举刷一个粘子看一下 我们比如说 你要看这个 针 针 对吧 那么我们再裸开头 我们看一下 裸开头看一下 裸开头针呢 是十八特 对吧 十八特 那么它十八特的 我们就跟它分一个 我们分大一点 小的可能看得清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那就是十八 那就是十八 还有一个十八特 多了一点 那它这个每一个现在五星属性 我们看它这个是真 那么真的话 那么就属于 女 威 子 义 真 那么这五个呢 它都是从图 开始起 对吧 土一度 金二度 木三度 水四度 火五度 然后又土六 金七 木四八 水是九 火是十 那么土十一呢又是土 十二就是金 十三是木 十四是水 十五是火 对吧 十六呢又从土开始 十七呢就是金 十八就是木 最后这个泰就是水 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那么其实呢 也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能记住 你能理解掉 能理解了 就可以 所以我们刚才看着是针十八态 对吧 呃 这十八态 你看下这个针十八态 我们在这里面呢 在罗派上面呢 也是从这里 呃 你看是 一三五七九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九 啊 罗派上它是这样记得 啊 它记得呢 和我们这个博士写 数字呢 有一些区别 啊 它刚才写的就是 一 啊 我们写到上面 对吧 写到是 一 三 五 七 九 啊 然后这里呢 写了一个十一 啊 后面又写了一个 三 五 七 那一样的 啊 你要看到 它前面的这就是 一三五七九 啊 这里是十一 啊 那后面虽然没有写 十三十五十七 它这里写了一个十一 啊 那十一后面呢 就是十三 十五十七 啊 十三十五十七十九 啊 那么到二十以后呢 它就写了一个 二十一 对吧 然后二二二三 二四二五 啊 都一样 那后面呢 又写的是 一 三 十五 对吧 它写了二十一 啊 你也知道后面就是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九 啊 呃 呃 呃 那么这个 我们必须要了解 啊 把这个呢 要搞清楚 呃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需要知道 啊 它这个 具体呢 所在的度数 啊 呃 比如说 啊 我们说的 脚十二太 啊 扛九太 第一 呃 十六少 啊 防武 防武太 啊 新六度 尾十八 鸡九半 斗 二十二太 牛七 啊 牛七度 女十一度 须九少 尾十六 啊 十十八少 毕九太 对吧 奎 十八 呃 呐十二太 魏十五少 毛十一 毕十六半 啊 毕十六半 叫做十六度半的意思 啊 十六度半的意思 子 呃 还有一个 孙九半 景三十少 呃 鬼二半 呃 鬼二半就是两度半 呃 柳十三半 星六太 张十七太 对吧 等等 呃 就这么一些 啊 其实很简单 呃 呃 还有的 太小的那些字呢 呃 我们在这个 封经 呃 在它这个 限度五星的 积讯的时候呢 呃 我们就能看 呃 讲这个 限度五星的 积讯时候呢 我们在讲这 罗开上 呃 什么是 可以用的限度 呃 什么是不可以用的 呃 呃 因为这个 比较复杂 呃 比较繁琐 呃 记的东西 比较多 呃 所以大家呢 用一点工 呃 用一点工 呃 必须把 一二三四五 呃 又把这个呢 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 呃 一定要搞清楚 呃 我们一点都不能马虎 呃 你马虎了一点呢 呃 呃 呃 是有什么问题 呃 是有什么问题 呃 我们说 呃 呃 螺排 呃 螺排就好像是你的一个笔记本要的 呃 呃 对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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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面呢 秘密麻麻进了很多东西 呃 呃 那么他在这上面进了这么多的东西呢 呃 他的目的 呃 就是 提醒你 提示你 呃 什么地方 有凶 呃 呃 如何呢 去及避凶 呃 他就好像我们自己上学时候做的一个笔记本的一样 呃 笔记本一样 那么他第二个呢 他就是来 定这个方位 呃 东南西北 对方位 呃 第二个呢 就是提示你 呃 要用到什么东西 什么知识 如果你忘了 如果你忘记 罗派打赏 马上就可以开出来 好 呃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继续 谢谢 我们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28星宿的限度五行 那怎么样去分 一共呢分了五个类型 啊 分别从 金木水火土 啊 去切 啊 分别呢 从 金木水火土 啊 那么第二个类型呢 就是 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 第三个就是 土这个水火土 金木 第四个就是 火土 金木水 那么第四个呢 那么第四个呢 第五个就是 土 金 啊 土金 然后呢 木 水火 啊 就分了这么五个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一共呢 就分了这么五个类型 啊 五个种类 那么第一节课呢 我们再讲一下 二十八星 啊 二十八星宿 它这个圆五星 啊 圆五星 啊 我们前面讲过 啊 二十八星宿呢 分别为 啊 东方的 对吧 对吧 东方 脚 抗 对吧 脚 抗 低 防 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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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也就是说 古人呢 对这个 无边无际的天空 啊 分了四个位置 都来西杯 啊 四个方位 那么东方呢 就是脚抗 低防 星尾 晶 啊 那就是 脚星 靠星 低星 防星 啊 星星 尾星 晶星 啊 这七颗星 哦 那么 来方呢 啊 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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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 九颗 第一方 星尾基 七颗星 南方 金贵 柳星 张艺针 七颗星 西方就是奎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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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为毛 柳柳为毛 紫生 西方的七个星就是 奎楼为卯 避兴 子兴 生兴 最后就是 南方的七星 斗牛 女婿 斗牛女婿 斗牛女婿 持 币 斗牛女婿为持币 这就是东南西北四方位 每一方面七颗星 七颗星 有些游火土 七颗星 九星 九星 井星 浑星 斗星 这四颗星 五星属星是木 五星属星是属木的 那就是 九星 四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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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木的 焦星 鬼星 楼星 牛星 它的五星属星 是属鸡的 属鸡的 卡 鬼 如牛 我学呢 属经 卡 鬼 如牛 原属经 那么 底 柳 卫 女 这四个呢 五星呢 它的属性 是属土的 低星 柳星 卫星 还有女星 它的五星 属性是土 这个一定要记住 它的原五星 属性 那么 房星 星星 柳星 虚星 它这个五星 属性呢 是属火的 房星 柳虚 五星呢 属火 这个星 星星 张星 币星 尾星 正经星呢 四个星 五星呢 也是属火的 也是属火的 尾星 一星 子星 十星 五星 属火 五星呢 属火 那么 机星 真星 森星 币星 这四个星 它的五星属性是属水的 那么 这个呢 自二十八星的 圆五星 二十八星宿 它的圆五星 它的圆五星 那么 怎么样 怎么样去搞这个 太太基凶 我们要知道它的圆五星的属性 通过圆五星的属性 和这个圆度五星的深刻之化 和这个圆度五星的深刻之化以后 我们拍到它的基凶 然后 我们再把这个 二十八星宿的圆五星 再或 人牌的中正五星 再把它联系起来 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不要搞太多 搞太多呢 由于混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 这是圆五星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 圆度五星 那么圆度五星呢 就是这么五种 它的齐法 我们在昨天的那节课呢 已经交代得很清楚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脚 脚 脚星 对吧 那我们知道 在罗盘上面 脚星呢 是脚十二k 脚十 脚十二k 也是二十八星宿的脚星呢 它在的 二十八 要多那么一点 超过二十八 那么我们的二十八这个 这个仙宿的脚星呢 它的原五星是属木 啊 它的这个 原这个五星呢 是属木的 那我们就在讲呢 二十八仙宿的脚 对吧 它的限度五星呢 那么第一个五星呢 就是火为头 火为手 对吧 脚十二k 我们首先把这个脚十二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k 那么十二k 后面还有一个k k的不够一个 也不够败的 就多了这么点 那么在罗派上面呢 它上面会标个 一 三 五 七 九 然后是 十一 那么后面呢 就没有标 十一 那么这个呢 就是那个t 十二t的t 这个呢 就是十二 这个就是 二四六八十 十二 你一定要记住 那么如果后面还有 这是十一 那它后面就标准一个三 那就是十三 不是三 十三 那我们说 那么这个脚十二k 它的这个五星属性呢 第一度呢 就是火 那我们按照 经禄水火土 那么它第一个 就是火 这就是 火 第二个就是土 然后呢 再重处来 火土 经 木 水 那五星嘛 火土 经 木 水 那么一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五十 它是一样的 那么六 这个也是 火 土 经 木 水 火土 经木 水 那么到了十一度 十一度 一就是 火 土 啊 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太呢 就是 金 火土 金木 水 金 啊 那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 角 角星 啊 那么角星 它的圆五星 啊 它在二十八星序里面的 圆五星呢 角 啊 它是熟木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呢 每一个 线度的五星 啊 一度二度 啊 一直到十二度 十二度 太 啊 那么第一度呢 它就是火 对吧 那我们以这个 线度五星为我 啊 线度的五星 五星 啊 以线度的五星 为我 啊 那么以二十八星宿的 圆五星 为他 啊 那么就是 第一个就是 火 啊 线度五星 是火 对吧 那么圆五星 就是木 啊 那么他们的关系 就是木 木生火 啊 啊 木生火 就是 他 我 啊 那就是他内生我 啊 或者是客内生主 啊 都一样的 只要你能理解这个关系 啊 你我他 啊 不是问题 主客 啊 我们要知道 以这个为主 啊 那就是主 啊 以这个为福 啊 那就是客 啊 一个是普 一个是客 啊 那就是客内生主 啊 那就是客内生主 啊 那我们再看二度 那我们再看二度 啊 啊 那就是他内客我 啊 啊 啊 我们在前面讲的地盘 那个人盘中正的 潇洒的时候呢 他内客我为杀 啊 啊 为这个杀 或者是这个杀 啊 啊 啊 那么这个就是 啊 那么这个就是 为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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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客为杀 啊 啊 啊 那这个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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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为子女 为后代 啊 啊 为食神 为谢 啊 啊 那就是谢啥 啊 啊 这条线呢就是 谢 啊 我们现在呢 先不怪他的鸡胸 啊 我们先把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圣子对谢 搞清楚啊 啊 那么 从这五个意思 生 杀 财 貌 谢 啊 啊 那么这个也是 木生火为 生 啊 啊 然后是木刻土为杀 今刻木我刻为财 木欲木无欲望啊 啊 木 水生木为谢 啊 啊 一二三四五 啊 六七八九十 一样的 再从十一 十一呢有这个 木物生活 啊 木刻土 他来刻我 对吧 啊 刻我为杀 啊 啊 啊 那么这个太 啊 啊 呢 是金 金刻木啊 啊 啊 我刻我为财 啊 这个太呢 是财 啊 啊 那么我们在 人排中中的硝煞里面 啊 啊 我们讲过 生我的为吉 这个杀的为凶 财为吉 万为吉 谢 谢 啊 谢后你的能量 啊 那就维修 啊 啊 这个呢就是 谢度五行 和这个 二十八 星星五行的圆五行 啊 进行的 僧客 断的 断的吉凶 啊 那这个也是一样 吉 凶 吉 凶 对吧 就是可用 不可用 可用 啊 那吉的就可用嘛 凶啊 啊 当然不可用 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做 谢度五行 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它的圆五行 嗯 嗯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是以什么为头 为首 啊 也就是说 它的第一个 谢度五行的第一个 从什么 开始 啊 这个我们都在讲过的 啊 这个呢 一定要记熟 啊 一定要呢 记得 拱瓜烂熟 才可以 这是这个啊 我们再看一个 啊 我们再看一个 啊 比如说这个女 啊 啊 那我们在 罗牌上面 啊 有一个女十一 啊 女十一就是女十一度 啊 实际上它就降了十一格 啊 三百六十这个度里边呢 它在那十一度啊 啊 女十一度啊 啊 那么女十一 啊 我们都在讲过 啊 啊 在这个谢度五行里面呢 女 啊 啊 它对应的第一切呢 就是 土 啊 金木水火土 啊 土为土啊 啊 谢度五行 由土开始 啊 啊 那么我们又在这里看这个女 她是二十八星宿的圆五行啊 啊 她的这个圆的这个五行呢 也是土 啊 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拍出来 我们看一下她的十一度 女十一吧 啊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啊 那么罗话上呢就写那个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一 啊 那这个呢 女十一啊 十一度整 啊 她没有少 也没有太 也没有拜 啊 啊 那么她的五行的 限度五行啊 啊 那就是土 金 木 水 火 啊 然后又是 土 金 木 水 火 那然后呢 又从土开始 又从土开始 那我们一军是以这个限度五行呢 为我 啊 以这个二十八星宿的圆五行 为他 那 那么第一个你看 是土 于土 啊 那就是笔节 啊 那么笔和呢 就是梦 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 限度五行是经 啊 以经为主 那么土来生经 啊 那么他来生我 啊 那就是生的 生现 啊 木 木是刻土的 我去刻他 我刻为财 嗯 嗯 嗯 那么第四度是水 水 水 那么土 刻水 他来刻我 刻我为啥 啊 第五个是火 火生土 我去生他啊 啊 我去生他为蟹 对不对 啊 啊 那么后面也是这种序 旺生财萨县 你看 于土 于土 比间望 对吧 那么 土生经 然后呢 是 木去刻土 我刻它为财 土刻水 他来刻我为萨 火生土 我生为县 旺生财萨县 旺生财萨县 那么还有一个 十一度 是土 土于土 比结 比合于旺 那么 旺生财就即可用的 那么 萨县凶 旺生财 萨县旺 说起来也难 其实也不难 你把这个思路理清楚 你首先要知道 二十八星宿 它的圆五行 如果圆五行 你记不住 你可以列到表 那把二十八星宿呢 按照东南西北 或者东北西南 你自己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没有关系 从此 把它的七个星宿呢 排列起来 那么 第一个 那就是树木 对吧 你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角树 井树 葵 还有一个斗 你叫星宿也行 你觉得星宿不好叫 你叫星宿也可以 那都不是问题 那都不是事 角 井 葵 斗 它圆鼠木 圆鼠木就是它的圆五行 是鼠木的 我们在人台中心里面 讲的 潜空耿胸 对吧 潜空耿胸 熟木 对不对 潜空耿胸 熟木 那个 二十八星宿里面 角 井 鬼 斗 熟木 角 井 葵 斗 葵 斗 熟木 然后呢 是扛 鬼 楼 牛 它是熟记的 那么 在二十八 在那个人台中心五行里面 我们介绍的是 程序炒味 对吧 成序炒味 它书精 然后是 低流卫毛 卫女 那熟土的 二十八星 在这个人台中心里面的 乙星 尖鬼 熟土 对吧 那么 还有这个 那么 还有这个 法 星 毛 碧 毛 须 星 渣 碧 碧 以及 尾 易 子 石 熟火 那么 人台中心里面的 植物 毛 油 对吧 然后是 甲根 碧 人 植物 毛 油 甲根 碧 人 熟火 那么 最后一个就是 鸡 针 僧 僧 碧 那么 鸡 僧 僧 碧 它五行是属水的 那么 人排中心里面的 鸡 生 私 害 对吧 鸡 生 私 害 它五行属性 是属水的 这个我们前两次刚讲过 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你记住就可以 如果你现在刚学,你记不住,也没有关系 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慢慢来,不要急 只要你能把这个思路里记清楚,就可以 第一个,二十八星宿的元五星 第二个要知道 那么,二十八星宿,它怎么去分的限度五星 那么限度五星呢,一共就那么五种形化,金木水火土 第一个,第二个是金,第二个是木,第三个是水 第四个是火,第五个是土 以此往下开,以此内推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限度五星 其实它就是限度五星 那么它就是在多少度 比如说,尾,对吧,尾十六 那尾十六其实就是尾十六度 它就这意思 它就是尾十六度 那么呢,我们说那个炕 炕九太 那就是说,炕,这颗星呢,沾了九度多一点 九度呢,还稍微多那么一点 没有到九度拜 如果到了九度拜,那就是抗九拜 对吧,那么抗九太,它还没有一拜多 没有那么多 嗯,其实这个呢,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你知道这些以后 我们再知道这个,限度五星 于二十八星宿的圆五星 去发生生克之化 生我的为吉 我克的为吉 和我一样的比和也为吉 那么克我的 我生的,就为凶 那克我的,别人来要克制我 那,那么我生的 我生的,泄气 要泄气 为凶 呃,关于这个 二十八 二十八星宿 啊,我们接下来呢 还会陆续的介绍 那我们每天呢 知道的少一些 那我们大家呢 尽快的要把它熟悉 那五种情况 分别写着限度五星 啊,那么 哪一些星 我们再来讲十个星 有十个星呢 从金 啊,为一度 那么还有三个星呢 从木 啊,为一度开始起 另外有六个星 从水 开始起 四个星 从火开始起 那么最后的五个星 啊,从土开始起 比如说那个女为 啊 女 为 一 子 一 一 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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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是从土 开始起的 啊,最后的五个星 啊 啊,呃 呃 是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下一节课 啊 我们再 继续接着讲 这节课 啊,我们就 讲到这里 再见 嗯 啊 嗯